我们先来画一张很简单的图 我们先来画一张很简单的图 因为这个画图很简单 这没有什么好交的 了不起就是 假设你今天要去画 你要理解说 为什么要去画 例如说这个综合图 环圈图 了解这些散步图 散步图还会可以加那个动态 动态 这个我们就是半年前就已经教过了 那地图 好 大概知道这些事情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散步图 因为我觉得大家要有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说 请问一下我们客户是不是很多 客户 好 例如说我就直接点这个客户 客户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客户的销售 然后因为这个字是不是很小 所以我可能会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 我们是不是针对他的字稍微放大一点 例如说这个上面的标题 资料行标题 资料行标题 设大一点 然后这个是值 这里面的值 这个值呢 这个值 我们的文字大小也设大一点 好 然后请问一下 这样子一个资料内容 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销售额排序一下 销售额排序一下 所以我们这样子大概可以了解 这是由低排到高 顶一下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排序来说 我们的客户 徐禅 他是一个什么 他的销售是什么 他是我们最主要的客户 黄磊 田磊 流明 所以这张资料表应该很好做 可以吗 这张资料表用的是他 资料表 可是请问一下 你只是做出这张图 画出十个主要客户 请问我们需不需要知道 那个哪些是奥客 或者是哪些客户 跟我们公司销售额很高 获利很低 这张图我们就蛮适合用散步图来做 例如说 这边我就直接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是不是可以 去做什么 去做所谓的销售额跟利润 利润在哪里 这个地方 就是你要有两个数值 然后接下来请问一下 我这X轴Y轴 X轴是销售额 Y轴是获利 但是我们现在是以客户名称来区分 客户名称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画出这个散步图 这应该都很简单吧 就是散步图 它比较特殊 就是要用两个数值 就是要用两个数值一个文字 是不是也可以画出来 对不对 可是我们更想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更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这个区块的客户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区块的客户代表什么意思 销售额高 利润高 这是不是好的客户 那请问 这个区块是什么意思 利润低 听到这三个字 就老板就开始 眼睛张很大了 听得懂吗 如果万一 如果你想不想知道 徐禅在这一区还是这一区 当然想吧 当然想 如果他明明是我们主要客户 结果 结果是奥客 你还要中秋节送月饼给他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现在应该想要知道这件事吧 我就想要教你说 那徐禅到底在这边还是这边 因为 因为在等一下的过程中 我想要介绍一点分群的概念 让你了解 因为分群是极细学习 可以吗 请问这张图会被设 会被做 会哦 这张三部图也会做 先先做到这边 我们先把这张图做分群 这张图做分群是什么意思呢 也许我们这边会分出一群 这边会分出 希望分出一群 假设我们分四群好了 怎么分四群 所以这边有看到这张资料表 对 稍微先把 x 轴 x 轴 字稍微变大一点 y 轴呢 字也大一点 这样让大家比较 好像看比较清楚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我真的不太喜欢教你们上面的功能 我现在想要把这个散布图分群 分群 分成这个是一群 这边是一群 这边是一群之类的 好 怎么分群呢 在这个地方 自动寻找 重击 clustering 非常的重要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分成四群好了 依照现有的客户 分成四群 确定 他就开始帮我去做处理了 有看到吗 这边的客户你觉得好不好 就是好客户嘛 那请问你 这边这个黑色 黑色 这个好不好 不好 这边还好 这边还好 对不对 这边非常不好 太不好了 为什么呢 对 销售量很大 利润很低 可以理解 好 那你更可能关心的是 徐禅在哪里吧 不是你啦 你要记住哦 如果你想要变成老板 如果你想要变成老板 真的麻烦你就是 去听那个大师轻松读 好 一天听一本书 15分钟就给你大师的精髓 有一个ProCase Go 这个大师轻松读 他就收集了全美国 畅销百万以上的书籍 一定要达到这个畅销量 然后呢 就是 好像大陆人把它整理 还是把那本书 精髓 整理出来 15分的演讲稿 讲给你听 一天你听一本 你去多吸收这些财经观念 然后你就会了解老板在想什么 好 那接下来 你看我是不是就点徐离 对不起 徐禅 太怀念徐离了 请问这个客户好不好 差强人意 但 但 还好 对不对 可以吗 你觉得这张图这么重要 你可以 以色谣做这张图 你可以什么 这张图以色谣做不错 因为翻询他会做不到 但是 Power BI做得到翻询 好 当然 你可能可以去看 黄磊 黄磊在这边 还好我们的主要客户 还好我们主要客户 几乎都在这个地方 合思 徒利 总会有奥克吧 找我看 不可以用点来找客户 你当然可以用Ctrl键按住 这样子 可以 绝对可以的 好 你看哦 你看这个 这个太重要了吧 你总想要知道这个人是谁 对不对 好 点他 这个 这个你看销售额 对不起 我必须要把这张图的 这张图 这张图 这边是不是放销售额 顺便把利润 利润也看一下 看说他画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例如说我点这一个 你看销售额好高哦 但是什么 利润 哇 居然是负的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你觉得重不重要 刚刚介绍到这个 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 然后这个主要客户 他跟我们的一个销售额之间的一个 关系 我们都可以从这张表来去看到 可是你看这张表 看这张表 如果说我们没有搭配这样子一个属性 你可能会有一种情形就是说 你不知道这个客户跟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到多好 你也不知道这个客户是奥客等级的第几级 我想在eSale里面你绝对可以做出这张资料表 那又怎么样呢 那如果有了两张资料表的一个联动 我是不是可以马上把客户又再分享好多种不同的等级 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分析结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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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